在校園方面的消息 来看到投诚家商为了要营造友善校园 开学这天是向学生宣导在校礼仪 同时也拒绝不乏反霸凌 另外针对优秀学姐给予颁奖鼓励 而校友会荣誉理事长邱俊为 也制赠了100颗排球给排球队 期待他们继续为学校争取光荣 透过老师的宣导还有全体学生的宣示 期盼营造最优质的教育环境 以及友善校园 祝福世界平安地尊重祂的宣示 反对霸凌拒绝毒品远离黑斑 反对霸凌拒绝毒品远离黑斑 拒绝儿章性拨戒 不拍不闪不留要求助 扶着师长教导努力争取荣誉 营造友善校园环境 随后校友会荣誉理事长邱俊伟 特别送给排球队100颗排球还有打气机 为球员加油勉励 在体育赛事上为笑争光 另外针对录取公私立大学的优秀学生 也颁与孙重修老师纪念奖学金 还有学校教育基金会奖学金 虽然我想还是要持续努力 学习是没有限断的 那也希望说毕业生毕业之后 那也可以想到母校吃了给你的一些教导 以后成就之后回来回备母校 感谢市长回备社会 投资人家乡透过安全温馨的环境营造 希望教育学生以人为本 用心求学 怀抱感恩 日后回馈社会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